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的身体都会出现一些状况 如果我做的话 有没有可能会比他们做得好一点 其实推拿也没有讲很享受了 如果你能很好地处理那个问题 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满足感 FM 遥公怀 我是整股推拿师大伟 我们先请大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伟今年几岁 我今年41岁 41岁看不出来 我们先问一下大伟 其实你是怎么样走上 推拿师傅的这一条道路 其实以前我是当过设计师 我也当过健身教练 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的身体都会出现一些状况 就是很容易捞累 或者颈尖酸痛那些药酸被痛 所以我常常会去找一些推拿 按摩或者整股这些东西 可是每次治疗之后 我每次找到不同的人的话 做完治疗之后都会感觉不到位 所以我常常在心里想 如果我做的话 有没有可能会比他们做得好一点 其实很多人的概念上面 我们都分不清楚 什么是按摩 然后什么是正股 还有什么是整股 还有什么是推拿 我们可以请大伟来大概来给大家一个概念上的科普般吗 其实推拿跟以前来说按摩是其实是差不多同样的东西 可是推拿好像按摩这种东西它是经过各种手法来舒缓肌肉啊 或者那些筋膜等找出真正引起酸痛的病变位置 来处理这些你的酸痛问题 然后整股呢 整股就是它需要靠矫正你的骨甲 就是比如说你的关节啊那些错位啊 你把它矫正回来 那么那个痛就会减轻减缓 所以整股的就是就啪啪啪 已经把你矫正好了之后 可能他们是用一些仪器啊 去帮你放松一下肌肉啊 就搞定了 就在15到20分钟内就解决了 如果是这么来说的话 因为大伟如果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这样必须要明白 肌肉和骨骼你都必须要很清楚的话 其实你是有通过上课吗 还是要去进修才能够做到这一回事吗 需要去上课啊 我是在那个大马灯酒股山中医学院 那边觉得学推拿的基础啊 然后你要懂基础的那些推拿的一些 要注意的事情啊 推拿手法啊 推拿的所有东西都要懂啊 我觉得回到去一个推拿师的 这个职业上面了 其实你觉得做推拿师 你最享受的过程是什么 其实推拿也没有讲很享受了 真的是那工作很累 每次那个客人进来的时候 他把那个问题告诉你 如果你能很好的处理那个问题 可以把他的问题解决的话 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满足感啊 他们会跟你说谢谢啊什么的 然后他们会很开心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很开心啦 因为我帮得到他啦 可是如果我帮不了他的话 我就会觉得 是不是我的能力不够 如果帮得到 我就会感觉到很满足啊 好了 今天谢谢大伟 Thank you Bye bye ADFM 听好音乐 过好生活